就是俩人学校能不能够 太低了 他一千多块钱 他现在在城市里 就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 你这一千五的话 要是两个人的生活 在你那神道健 我觉得还可以 但我们私里的话 我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生活 就基本的生活 一千多块钱有时候都不够 一月开多一千呢 一月两千四百多块钱 那就行 挺好 看怎么花吧 基本生活还行 要是稍微花大一点 也是不行 就怕将来以后 有个什么天灾病业的 遇到什么困难事的 花销大一点 现在就怕这事 你有没有医疗保障啊 有医疗 我那才报45% 那你说要是 有个天灾病业 或者是生活上有什么 花销的话 你都维持不了 我觉得像老大哥这种状况 我觉得生活是个负担 我觉得生活是个负担 我就想找一个和我条件基本上对等的 我不管找任何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我的生活保障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也不能给我照压负担 我都六十多岁了 你要是有个什么天灾病业了 我担不起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责任去 我是这么想的 我对别人不能负责任 但是你对我也本身也没有负责任 也那能力 你比如说我现在又有个病 我搞的 我们就帮你 我